认身合并公形虫感染对胎儿有什么影响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赵小兰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副研究员 认身合并公形虫 胎儿是有负面影响的 那么有可能导致什么呢 导致流产或者胎儿畸形 一般认身早期 如果感染公形虫了 40%以上可能会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结构畸形 比如说那是小头畸形 脑内盖化 小眼畸形 白内障 四瓦膜麦罗门炎等等 随着运作增加 那么胎儿严重畸形的发病率也慢慢在降低 一般来说在运碗中 那么胎儿严重的结构畸形 它一般不会超过8% 那么比如说孕疼早期 我们发现人工严重感染了 那么一般我们建议病人中止认身 那么如果中晚期发现了怎么办 患者还想继续认身 那我们呢 要首先做B超检查 密切检查 如果胎儿确实没有畸形呢 那我们要病人继续认身 然后呢 我们经过要一直要治疗 我们首选的药物 手楼红梅树 如果发现胎儿有畸形 那么我们呢 终止认身 如果呢 没有畸形 我们要病人呢 动态的监测 直到呢 分娩 那么还有一份小孩呢 就是说 他出生之后呢 他会出现了一些脑机水 或者是自力发育车瘟 还有的出现了颠尖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